兄弟们还记得单排模式波波球玩法吗 本赛季小黑鸡在单排体验类似的挖掘机打法 属实是太爽了 赛季出王牌六星决赛圈小黑鸡都能双手离开屏幕 只要没有弓弩和大炮挖掘机就是无敌的存在 真的不敢想象如果决赛圈刷到了平原这么多挖掘机 怎么让腹地魔生存 由于弓弩是范围伤害以及大炮可以打穿挖掘机保护罩 所以一旦发现拥有这些武器的敌人必须立马解决防止后患 预演一侧发现远处的大炮已经瞄准黑鸡立马指挥队友针对 这老马上的敌人一看就没安好心 为了躺平决赛圈所以必须将其解决以绝后患 队友也非常懂事吸引火力 因为挖掘机换位非常快 所以黑鸡抓住机会直接将其顺秒 这就是单排模式没有挖掘机的下场 好吧这小子貌似就是奔着淘汰去的 不过提醒屏幕前的宝子们单排千万不要组队 因为这样对其他玩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你要问黑鸡背着复合弓为什么不使用它是挖掘机 因为一旦有人打破众多挖掘机和谐场面 就会立马沦为重视之地 黑鸡不能做出头鸟 所以只能拿没开挖掘机的敌人出手 主题玩法自救器很多 所以黑鸡得前去补掉 敌人自救起来一定是残血 所以扔火只要敌人踩一下就好 脚下敌人喷子贴脸压制屁90 而黑鸡的挖掘机油不多 所以只能占领敌人的教堂 眼看自己的队友已经聚集到此地 飞机不得不随机启用一辆挖掘机防止被无意碾死 前面开头提到挖掘机不怕无穿透子弹 但是怕弓弩等范围性伤害武器 眼看有人做出头鸟当场混战便开始了 队友全被倒接下来就是自己了 飞机主动出击实力成为挖掘机当中的胜利者 像复合弓这种武器就是挖掘机的噩梦 每一剑都像铝热弹只要沾上挖掘机基本暴费 神剑手小黑鸡每一剑都能精准命中 这叫敌人怎么办 最后的EV一针男人时刻 黑鸡虽有P90神器和挖掘机箭塔 但敌人也不是吃素地祭出爆炸猎弓 黑鸡一时间竟有些手足无措 这爆炸猎弓单排消耗对手还是很强的 只要不是贴脸那就是妥妥的创造优势 要不是有强效治疗 记黑鸡这波可能就被活活消耗死 不过黑鸡怎么可能会这样的窝囊死去 只有隔壁的傻鱼才会 黑鸡虽是左手卫战依然摸到对面许多血量 敌人还想做挖掘机无敌打药 复合攻打碎他的幻想 跪下 就你啊兄弟啊装逼 你什么死你啊 在我的无敌鸢身面前 跪下 跪 自己 靠我直播 自己 你也可以 去 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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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